在一些课程里面跟大家做分享 可是我最近其实开始有点焦虑 我开始焦虑什么 我们清华的这些年轻的学弟学妹们 跟我们当年比起来 到底是对专业更迷信 还是对专业其实有一种 觉得应该是更谦卑 我其实得到一些我不太 其实坦白讲是觉得 我觉得不是很好的答案 我发现其实好像大家对专业更加迷信 所以我其实是在前两周 我觉得有些朋友对于 就是说只有专业者才可以谈反合 或有这件事情很执着 不是我们清大的一些学弟学妹 这点我其实觉得很压抑 那这20年到底这个社会变化这么大 怎么我们还会是这个样子 这其实是让我觉得有点有点讶异 所以我其实就想提 就是到底什么 怎么叫合能专业 因为我这20年控制的合能力 有这样各式各样的问题 如果你姑且都把它叫做 是一个专门学科的话 也有这么多 那凭什么你在大学里面念个几年的某一类 就说你才是专业 你才有什么去谈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我怎么比我好奇 第二个 我还要谈 我当年其实在清华念书的时候 就是说那时候又有水源里的 那个李长龙化工事件 恒山压了 各位知道恒山吗 在竹东那边 我在那个 各位不知道还没讲 现在那个台泥还什么泥 还在不在那边 还在 雅泥 旁边有一条恒山桥 下面有个养鸭的 不知道还在不在 我当年就是在那个科学区 不是 中研院 好像在二重谷那边 外面看到他贴了一张什么 黑面大翻鸭什么 恒山桥下一斤多少钱 我很好奇 我还是大思学的人 我就跑去看 我发现这边有的养鸭人家 居然从云岭 一路赶鸭子赶上来 你知道他们养鸭人家 就是一路赶 你去捡那个稻碎 他完了 又把鸭子上车再载到下一站 他们载到那边 发现那个地方 山明水秀 在那边住下来 他是个闽南人 以前那边旁边的 那个客家村人吵架 可是他那个 因为他在桥下 那个店居然又从他吵架人 家里接过来 我觉得太有趣了 也就是说这个 还有当时其实这个 竹科医一直在扩建 我那时来二起 有个庙被牵着 我记得我那时来去抄 那个庙旁边写的那个 那个庙在什么 他其实就是一个 其实是什么 郑成功时代 来台湾打仗死的一些 无名的士兵 都请来弄了一个无名庙 他已知纪念 就在那个什么旁边 就是在靠近个城府那边 当然现在都变成园区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我们有的是 对于竹科的 科学园区的一些法治 20年前其实就有了 就有开始了 所以我刚讲说 台湾有很多的这些 一些这个 不管是农民 漁民 或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很多的东西都不是 我们在校园里面所谓的 这个专业 去可以去评你的 一些社会经验 他的对莫错 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而是他其实呈现了 台湾这个多元 跟这个因缘机会下的 很多的真实的一些 地景跟整幕 那 我觉得任何的东西 都应该 不下一个人 在学校里面 学到的所谓的专业知识 这个在整个国家的发展 跟整个共同事 这个过程里面 也不能只有学校的专业 那些东西 我觉得都要举丁 我后来碰到一个东西 我们大部分在清华 或在交大 很多的理工科的学生 很多人都到科学院去工作 我们以为 我们唯一的错误 就是到科学院去工作 可是你知道科学院去 其实还需要另外一批人 什么人 我们的足科 其实是当年 是全台湾VOC 就挥发性有限距离 的浓度最高的地方 我们清华大学的化工系的学系 你应该也到科学院去工作 去监督这些环境 这个空性未来问题 而变成我们在那边工作的员工 或是新竹市民的一些环境的一些 监测的一些资料 可是我们清华有吗? 没有 我们就去当工政治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今天是真的有点感慨 就是觉得我对前几几百 那个事情还觉得很耿耿的 我觉得说 清华应该是 至少比隔壁进步很多 对不对 看起来我觉得好像 跟我以前认识的隔壁差不多 我就觉得 到底是哪里输的问题 就还是可以搭框自己思考 现在得罪清华又得罪教大 我说实话 我对学校好多考验 匿名成这个什么 台积馆什么馆 是真的蛮感慨的 我们当年至少 都是什么校长的名字 校座的名字 校座的名字 好 最后 对不起喔 我好像把时间快用了 这是台湾现在的困境 但是我觉得 就是说 台湾其实